1861年8月22日,清朝第九位皇帝玄丰奔逝于成德避暑山庄的烟波之爽殿,校年只有31岁。 随即,年近五岁的同志,便以唯一皇子和大哥的身份,顺理成章,毫无争议的成绩大统,成为亲史上第三位幼童皇帝。 同志皇帝长大成人,春秋已赴后,这位年轻的九五之尊,性情变得极为豪爽,有喜欢和酒交友。 根据国文贝成记载,说同志帝和内务府郎中归宝洁成九友,又因上书房和林王庆祺的蛊惑而时常出公然之樱花之地,最终导致重病产生。 却亦斗也加以掩饰,因此民间多有流传,说同志帝因流连八大胡同,而亚并云敏之士,也不是全然凭空捏造。 可根据普遗自传《我的前半生》中记载,同志帝却是死于天花无遗,只是他们不该死。 而是因此喜和皇后艾鲁特氏,发生了激烈的婆媳冲突,这才使其受了严重惊吓,继而发生病变斗内线。 而终于回天伐术,不智而崩,同志皇帝驾崩后,单约十四年帝氏的李鸿枣临为受命,遵其一命福利,以十七岁的普伦义称大宝。 然而,普伦之父在世,却并不是道光皇帝长死,引致君王义伟的亲生儿子,而是从旁之过季而来。 而按照备份来讲,普伦也已失同志的子之辈,李鸿枣很快便已发现此喜太后,并不愿策立普伦为大清新君,而是想策立亲妹妹的儿子。 陈亲王义宣长此在田,在田与同志在纯,同是在自备堂,兄弟,而堂帝继承堂兄皇位是兄中弟籍,却不是继承皇位最标准的方式,父子相成。 在当时,若是依照同志皇后阿鲁特氏的意思,该按照父子相成的方式,在普自备中挑选出新君,只有这样才能算作同志皇帝的继子和四君。 可是如此这般的话,同志弟的皇后阿鲁特氏将为皇太后,而正在统御亲公的慈禧,却要由皇太后升格为侯无实权的太皇太后,并预预备为的皇帝相隔两代。 那么,慈禧就算脸皮在后,又很好意思再去为自己的孙子垂帘听证,而若真的要垂帘听证,则该去的因应是先进皇太后阿鲁特氏。 对于阿鲁特氏此种想法,慈禧太后自然以暴露不已,她将儿媳叫到面前,一顿怯齿大骂自然少不了,甚至还亲手打了她三个耳光,在讲究离和规矩的庆功之中,皇太后能亲自出手责打皇后。 这样的情景实在是极其罕见,阿鲁特氏的父亲重启,是又亲一代唯一的一位妻人壮,而这个世书满腹的壮父亲,却在给刚刚变为寡妇的女儿。 阿鲁特氏的家庆之中,竟竟力劝其为同志弟死结世葬,阿鲁特氏本就已获得两无声区,备受恶婆婆慈禧太后的妻灵,便在同志弟崩世七十五天后绝世而死,周年只有二十一岁。 早前,为同志弟弟下阿鲁特氏这个皇后的,其实并不是慈禧,而是东太后慈安。 慈安认为阿鲁特氏出身状之家,知书达里,素有贤名,是统于后宫的最佳人选,而慈禧却将中了姓不原外郎奉秀之女,认为她不但交叉聪慧,而且还出身于较像平初的傅茶室。 除此之外,据说慈禧太后还暗藏着另一丝心,奉秀之女年纪又小,阅历浅薄,可素粒子更强,更容易被人掌控。 对于这选后之事,两宫太后一直征职不下,便决定尊重儿子同志的个人意愿,让皇帝自己来亲自挑选皇帝。